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大選的第一場辯論會就已經是圓滿結束了 究竟特朗普和拜登的表現 是誰勝誰負 屬優屬裂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這場辯論會結束不久 另外就已經先後有兩家美國媒體公佈了民調結果 首先就是CNN 他們說有六成的受訪者表示 拜登的表現是比較優勝 只有兩成八受訪者 認同特朗普的表現 但是我們再看另一家媒體 就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他們的比例就沒有那麼懸殊 認為拜登好一點就四成八 特朗普好一點就四成一 我真的要質疑一下 究竟 這些媒體他們所做的 這個調查 究竟是否在用一些科學的方法呢 究竟在調查當中有沒有一些偏頗的成份出現了呢 比如說CNN 你調出來就是六成對兩成八 究竟強弱有沒有那麼懸殊 難道觀眾全部都是猛的 認為拜登表現可以比特朗普好 拜登都被人質疑 究竟他在這場辯論會當中有沒有用一些肉色的耳機呢 網上已經有很多相關的圖片 總統作為一個國家的靈魂人物 如果連對答方面都需要 這樣來到去出貓 這樣來到去偷雞 試問 怎樣能夠帶得到給國民一個信心呢 此外 不少人都質疑 這一場辯論會 好像在撥虎罵街 我就是有不同的見解 首先這一場就叫做辯論 就不是 在政綱發佈會 兩個人針鋒相對 互相攻擊 絕對是正常不過的事 尤其是特朗普 他的個人風格就相當強烈 如果有一些 不對的東西 看不過眼的東西 他就肯定是會抵不住 出聲 所以 有些人批評特朗普在辯論當中 不停撒話 我就覺得沒什麼問題 只要他所說的東西 是在說客觀的事實 只要他所說的東西 是在表達一些真實的訊息 那就沒問題 除非你說他根本上 整場辯論都在說假話 你就批評他作假 而不是批評他在辯論當中插嘴 因為 這個不是大家各自表述的政綱發佈會 如果要看政綱發佈會 不如就看看他們各自的造勢大會 就行了 需要兩個人同台辯論 沒得那麼斯文 不是說你香港的行政長官辯論 每個人客客氣氣 這些辯論會是不好看的 起碼為這一場的辯論當中 是有個可觀性在 雖然大家在插話 還有一件事 為這一場辯論會 所找的主持人是有問題的 雖然這個主持人 就是來自霍士電視台的 但是他本身就是一個民主黨員 這個主持的名字 就叫做華萊士 Cris Wallens 此華萊士就不同 比華萊士 不是訪問江澤民那個 那個就叫做老華萊士 是他老爸 這個就叫做小華萊士 正一小華萊士 你身為民主黨員 本身就已經有利益衝突 人家找你做這個辯論會主持的時候 你就應該請辭才對 而不是在這個辯論會當中 其實大家有看的話就知道 他是完全偏幫著拜登 凡特朗普插話就叫他閉嘴 然後拜登插話就不叫他閉嘴 還有就搞到這個辯論會好像變了華萊士和特朗普之間的辯論 你交場給特朗普和拜登 自由撥擊 既然特朗普本身就是一個這麼強烈個性的人 用不著你來做指導嗎 剛剛才 不是你做辯論 你做主持 你不斷質疑特朗普 挑擊特朗普 你任由特朗普和拜登 一隻抽就行了 所以我真的不理解 這個主持人我認為是不合格的 因為他是有偏幫的成份 好 接著我們就看看 兩個人 他們的辯論過程的重點是怎樣 首先講一下拜登的表現 拜登似乎 經常都是手機的 外若木雞 特朗普說三句他才說一句 如果大家互相插嘴的情況下 照計應該你有你講他有他講 這個拜登不是的 他顯得很禮樣 其實就不是 因為他一來又不夠大聲 二來他的轉數又慢 根本上就不夠特朗普快 所以很多時候 拜登都是應對不上 此外 拜登也是迴避了不少特朗普提出的問題 比如說特朗普針對他的兒子亨特 和俄羅斯 以及中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尤其是在講資金流那方面 拜登就說他的兒子沒有做錯 一句就是 輕輕放下算數 然後特朗普就批評他 說47年以來的公職生涯 毫無亮點不知道做過什麼 當然拜登也沒有回應這些 反之 拜登就是錯誤地攻擊特朗普 首先第一件事他說特朗普導致美國的經濟衰退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是非戰之序 我們看到特朗普執政頭三年 在未有這個武肺疫情之前 根本上美國的經濟就是欣欣向榮 失業率是跌至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新低 而且特朗普是成功創造了很多製造業的職位 也使得 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 降了接近一半 你這個已經是驕人成就 在經濟方面 拜登隻字不提 只是聚焦在疫情爆發之後 這個失業率怎樣來爆升 和經濟是怎樣衰退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些指控 是不公道的 換轉是拜登上去做 其實經濟一樣是會衰退 根本上全球的經濟都是同步衰退當中 不是特朗普一手造成的東西 所以你不能夠將這件事怪罪於特朗普 換轉不是他做總統 就算是給歐巴馬做 甚至給黑林頓做 都只會是有同樣的結果 甚至乎是更差 接著拜登又錯誤攻擊特朗普 說他使得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影響力大減 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究竟拜登是不是真的睡著了一覺 還有最近的三個月 特朗普和蓬佩奧在國際舞台上正正發揮著一個關鍵 以及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甚至乎已經有消息傳出了 說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是會取得一個大和解 但是就算現在都已經是取得了幾個國家的和解 阿聯酋 這些完全就是特朗普和蓬佩奧推動的 還有的就是塞爾維亞和科索玉之間的大和解 還有就是 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間的大和解 這些是夠破天荒 在歐巴馬任內是完全做不到的 歐巴馬是一個善於運用戰爭來解決問題的人 但是他就拿了諾貝爾和平獎 反之特朗普就是一個善於利用非戰爭手段來解決問題的人 尤其他就喜歡利用這個經濟手段 而且還促成了那麼多個國家的大和解 連朝鮮的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他都可以約見 是繞過了中國俄羅斯 但是他就沒有得到一個 相應的美譽 這對於特朗普就是不公道 但是你說他使得美國在這個國際舞台上孤立 這個拜登說的完全不是事實 還有拜登說 特朗普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沒有關心過黑人 這句話就已經有問題了 一個禮拜之前 特朗普才宣佈了一個叫做白金計劃 將會斥資5000億美元 來協助黑人創業和創造就業職位 這個拜登是不是真的睡覺了 完全不看這些 反正你拜登經常頻頻失言 在年初的時候 就說不投拜登的黑人就不是黑人 然後當他評價到那些古巴移民 那些新移民的時候 他就說人家的文化沒有美國的人那麼多元 但是你拜登還好意思斥責特朗普 說他是一個白人至上主義的人 究竟誰才是 我們去判斷一些事物的時候 一定就是要憑著客觀的證據 憑著一個人過去的往績 過去的言行舉止來判斷 不是你說是 你拜登所說的東西似乎更加吻合你的指控 是不是 所以很多東西拜登都是亂說的 在這個辯論會當中 好了 至於 這個辯論會 第一場結束了 我們也會期待著 在未來的幾天 究竟這個辯論會的結果 對於雙方的支持度是有多大的影響呢 尤其是在搖擺州份的時候 是特別重要的 好了 接著就再說一下這個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他真是貪得意 去評論別人的 辯論會 他說 這個辯論是混亂 相互打斷 彼此人身攻擊和侮辱 他說過去的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都沒有那麼亂 這次的電視辯論那麼混亂 反映的就是美國在總體上的分裂 焦慮和體制上原有的優勢 加速流失 他還說關於這場辯論哪個輸哪個贏 他就引述了一句說法 說這場辯論是沒有贏家 美國是輸家 實際上 你這個旁觀者就不要衣牙鬆鋼 我就不要表達我的意見字 我們引述一下到底微博上那些人 是怎樣隔壁胡錫進的 首先有人就問胡錫進 中國什麼時候才可以搞一場這樣的辯論呢 他真是不怕被人說他尋釁滋事 然後有人就問他 你都沒有選票去評價別人的辯論會有什麼意義呢 還有人批評他 老胡又出來胡說八道 人家美國的競爭就放在台面上 台上少人台下就君子 不像有些國家 台上就謙謙君子 台下就心狠手辣 任我行和又惡不群 這個人他說 喜歡任我行多些 還有人就批評他 說美國這樣 總比起某些國家 人民連選票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黎德強 說得很適合聽 而且不止一個半個不是 我現在引述了幾個 是一千個留言都是這樣說的 還有些人怎麼說呢 就說 哎呀 別人混亂都比一言堂強得多 至少還有糾正錯誤的機會 還有一個人提到 別人就是好與不好的問題 胡錫進就是有與沒有的問題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些留言全部都是拍案叫絕的 而且全部都是屬於場內的留言 所以胡錫進 麻煩你真的照一下鏡子 你說人家混亂 你搞場出來給人看看 怎樣不混亂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